那请问师父 清净心要什么时候修 我们看下面 清净心是从哪里来修的 这个关键在你自己 因为谁都帮不上忙 只有靠自己到临终的时候 就靠自己 你要修清净心 怕修不成也来不及了 你要到临终的时候 修清净心来不及了 除非像阿什色王 阿什色王 遇到了大善之事 你看阿什色王 遇到了释迦摩尼佛 他临终的时候 很严重 生病很严重 而且那个病 是无间地狱的性状 遇到了大善之事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想一想 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临终 临终的时候 需要人家住念 要去哪里找 要去哪里找 很难 所以要靠自己 不要等到我们 哎呀 念佛 那个小事 等到老的时候 在那里念 没关系 来得及 来不及了啦 现在疫情这么多 你看 昨天听说 一千三十几个 你看 封城都已经两个多月了 不但没有降低 天天的增加 所以 一定要靠自己 自己什么时候修 什么时候修 我们看一下 如果今天大家能够把 佛的教诲 像我们师父上人讲经的教诲 你听明白了 你今天又开始修了 你往生西方 进度才要保护 这个清净心 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不是今天我们修 明天就能够成就 我们没有那个上上登的 所以现在开始 你要修了 不要等到以后再来修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清净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往生才会有保护 那这个是真的 所以修行说容易容易 说难也很难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如果你每天懈怠懒 佛也没办法 道理在排在你的面前 我也没办法 但是很可惜呀 可惜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最后 所以佛在大成经里面 所以佛在大成经里面告诉我 清净心最圆满里面的 最圆满的 我们一定要记得 最圆满的是什么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就是第一个 最圆满的清净心 那起次的呢 就是有起心动念 但是没有分别执着 那个是起次第二层的 那最低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执着了 但是 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做不到 最低的 那个清净性最低的 最圆满的就是 不分别 不执着 动心 不动摇 最低的 就是 只要你不执着 随喜功德 你用这种心态来念佛 那就往生西方进度 最有把握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就是看个人的功夫 看个人的功夫 那 因为 主师大德 所讲的是 为我们 把这条路 讲得很清楚 但是到最后 还是修行 靠自己 该怎么生死 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了 自己就怎么了 没有人能够 来帮助你 连阿弥陀佛 在你的面前 也没办法帮助 只有靠自己 自己真的 去确行 确愿 真的去修行 有这种的心愿 那我们将来 了生死 出三间 而且一生成佛 那就容易了 所以 这个很重要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如何生性净土呢 这个性要从哪里开始 因为这个有其次的 你首先要从哪里开始 你才能够对这个净土 才不会怀疑 你才能够深信 首先我们必须要怎么做 从哪里开始 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因为我这十几年下来 跟你们雪梨 特别是我们的金种学会 也借了一个很好的园 特别在我们的郑居室 还有我们的郑太 这个园啊 非常难得 希望我们将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道场 我们能够 各个同生极乐国 而且做一个好保养 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明白 我为什么要念佛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道场修行 我们要做出跟别人的道场不一样 除了讲经念佛 八观灾界 打佛气 其他的我们就不要搞太多了 这个啊 就是我们最要的